有的这些功能 你会发现 它新版的功能就是 它都会有一些突缩 那每一个有没有 在上面 尤其你游标停在上面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功能去做什么 那以往都是要下指令的 那所有的指令 都被一个按钮 所以你不需要去弃 那它的变成说更人性化 就是说 什么叫做线 你可能不知道 那以前叫line 你要打什么呢 LIN 或者打L也可以 那实际上就是点一下 不过既指令说 这是一般人 一般人不是说 每天在画的 很不容易记 那所以它这个版本 就是说很人性化 尤其他放上面 就会让你知道 这个是做什么 线 再来是建构线 那什么叫做建构线 它也跟你解释 建立一条无线长的线 无线长 就是没有边界的线 那什么时候用到呢 后面会积到 像这边有 提到说可用于建立 建构线 参考线 一般说 拿来做参考线 以及 用于修剪边界用的一条线 那这个线大部分都是辅助用的 另外还有所谓的聚合线 什么叫聚合线 然后它也会跟你讲 什么叫聚合线 一个连续的线段 主要是 头尾相接的 头尾相接的 那另外底下还有所谓的多边形 还有什么矩形 那还有弧 圆 那 云形 这个比较少用 还有云形线 这个也比较少用 椭圆 还有椭圆弧 那还有图块 怎么插入图块 选取图块 等等的 这些我想 比较常用的这些功能 都在这里 另外还有所谓删除 假如某个线段 你希望把它删除掉的话 除了用Delete之外 你也可以用删除 不过大部分我们习惯 都会用按那个Delete键 选了之后呢 再把它按Delete就好了 接下来 还有所谓的复制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 把某一个圆 或者某一个线段 做复制的话 选它之后按复制 在某个地方贴上 也可以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跟这个文书处里面 复制官吏有点类似 还有所谓镜射 镜射的话呢 像这边它也给你一个图示 假如说你今天要做出 像镜子一样 折射的原理的话 那这个可以用镜射来做 偏移 比如说某个线段 可以偏移多少距离 它就会利用原来的线段 做一个基准 然后呢 偏移多少 就会有另外一个线段产生 其他相关的